よし 那我是曼 上次不是有做一支10万Q&A吗 那时候本来想要连奖牌一起介绍的 不过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YouTube一直迟迟没有发给我 所以 我就写信去问YouTube 那还要写信之后他们至少还会回 所以我的奖牌呢 就在 最近这几个礼拜的时候呢 送到家了 那因为奖牌是一个 已经 梦想已久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 一定要再来好好的拍一次 留作我自己以后看的纪念 那 就是这一箱 黑色的包裹 它来说就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的包装 我以为它外面还会再放一个 防撞纸箱 没有 它就是这么的 无实 无滑 可是没什么好介绍的 那就打开吧 它里面除了奖牌之外 还会附一张奖状给你 打开之后呢 对 奖牌 这个奖牌啊 是有重量的 而且上面有我的频道名 这个 尼科基曼 你看 反射到相机了 它这个奖牌啊 它是做凹下去的 奖牌是还蛮有质感的 但是它这个字啊 我不晓得是不是粘上去的 好像不是 就外面不是都有那种雷切的字体吗 雷切完之后呢 再把它移序贴上去 如果扣不掉应该就不是了啦 这个奖牌啊 这个奖牌啊 还有这个 有设计一个可以让你挂起来的奥操 那10万奖牌的开箱就到这边 你以为没有了吗 没有 当然还有啊 我要讲一下说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频道上 未来的规划等等的 算是一起闲聊的吧 因为最近真的是遇到蛮多事情的 很多状况都是算第一次遇到 像我最近这几天啊 都在忙着找房子 因为我现在呢 不得不搬离 陷在这边 然后必须在期限之内搬出去 最后这几天疯狂的早 疯狂的早 有点心力憔悴 因为最近已经收购这种 过得有好像有点不太安稳的日子 所以我在跟家人讨论说 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要租房子好呢 还是要直接自残 接下来应该 有得拼了 那因为很快的马上就要搬走了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收东西 本来想说呢 有机会呢 做一下家里的rentool 放在副频道 就当成一只Vlog这样子 那应该是 以后应该是没机会了 所以在住进下一个新环境之前呢 先来带大家稍微run一下这边的环境 看一下说我这一年住的环境怎么样 先从大家最熟悉的拍摄环境开始介绍 这一区呢 摆放模型的模型柜 这个柜子啊 当初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啊 它本来是木头色的 可是因为我想说为了整体性 就把它其实很白色的 这上面这一排啊 为什么没有东西 有本来有放的 可是想说我平常拍摄的时候呢 只会拍到下面这一区 因为这几天还是得拍摄嘛 所以我就保留了下面这一区 然后上面的东西呢 就全部先收进箱子里面 然后这边 没什么就是一个柜子 它蛮特别的它是水跟植物 不是像那种需要涂染的 它是需要水的 但是我觉得它最近好像不太吸水 长得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到时候再问我朋友看看吧 因为那是从他们那边买的 然后这个就是 我之前开箱过的 我就把它摆在这边 打开 诶 开关在这边 诶 关上 又看不见了 然后呢 这个呢 那边是两人做沙发 这边是三人做沙发 我洗完澡的时候 都会坐在这沙发上面 因为这个沙发是干净的 已经穿出去过的衣服 不能坐在这上面 这边会放一段海报 是因为 本来是贴在墙壁上面的海报 那我就先把它试下来放在这边 写完澡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在这上面耍费 这就是可以放笔电的桌子 然后再去剪辑去 这桌面上面本来更多东西 还有音响什么的 我也先把音响收起来了 这本是 纪念的schedule 因为我是周更嘛 所以一个月大概也才发四五支片 然后我会在一个月前来 先把要上的片呢 写在这上面 酒精 这个呢 IKEA的柜子 从大学实习就用到现在了 也用了好几年了 而且它是用比较不好的板材 所以 尽量还是不要放太重的东西 比较好 如果要放比较重的 比如说书什么的话呢 还是用这种的 这一组的话呢 就是去家具行买的 它的板比较厚 不是那种墓穴挤压的集成材 它里面都是那种 一层一层木板合起来的板材 其实看上面的话 也空的差不多了 就剩下一些小东西 耶 可是小东西是最难收的 上面本来放很多书啊 相机盒子或设备的 就先把它收起来 砸光个笔电 然后 这一区 就是收起来的东西 一箱一箱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很乱就是了 啊这边啊 这个的话会挂我的外出服 就是已经先穿过的 比如说像外套那种 不会常常洗嘛 那我就先挂它这边 咕咕咕 来来来来 这边 就是一般的走廊而已 因为就是没地方可以放 所以就先把这些箱子 就先放在走廊 房间 有几次啊下雨的时候啊 因为下雨的时候 外面声音很吵 所以就进来这边录 有几支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是我的化妆桌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化妆桌啊 就是把以前用过的书桌 拿来用而已 然后这也是 从大学之后就开始用了镜子 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 购入的家具啊 所以到时候也是要把它搬走 可是 好累哦 床也是 床是很重的 然后这是我的坦坦 我习惯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抓着坦坦才可以睡 所以我的床上呢 有时候就很多条坦子 我会在睡觉前的时候擦乳液 所以这罐乳液就放到这边 那好像也差不多了 Grain 2 结束 刚刚讲的是我进行的状况嘛 现在先来讲一下未来的规划 因为频道毕竟也到十万了 所以就想说 是不是该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更多的实境拍摄之类的 或者是说尝试一些不同题材的 并不一定要局限在现在这个模式下面 就是等我这几个礼拜搬家搬完之后呢 就会开始想一些新的计划 目前脑中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啦 那要到真正执行 还需要再一段磨合期 希望新的题材到时候大家会喜欢 至于那些新计划的话呢 目前就先保密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到时候再拭目以待 啊 搬去新的地方的话 也会再做一次Rain 2 那到时候那支Rain 2的影片呢 会放在副频道 再随时关注副频道 副频道连结我都放在下面了 最近因为要搬家这个事情啊 所以很多企划都卡住了 本来已经预设好了排程啊 就不得不往后演 但是有些因为已经先跟厂商讲好 要配合的 还是会去尽力去做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 跟当初创频道的心态 还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以前只是抱持着尝试看看的心情 做得起来做不起来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 然后没有后悔 但是因为现在既然就做起来 后来我觉得就是要 持续的update自己 既然把兴趣当成职业 那真的要再更平一点 而且真的要开始为未来做一些打算 而且老大不小了嘛 现在如果再去做后悔事情的话 也有点来不及了 之后呢 希望频道就是会越做越好 到时候再请大家继续支持本频道 感觉今天的也太沉重了吧 不过这才是人生啊 人生啊 那还是得做个结尾吧 未来也请大家继续 开启小铃铛 打粉丝投赞跟追踪IG 下次见 Bye 大家好 这是粉丝